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懂得 心情是人的一种感觉 有的时候心情好了 你感觉就好了 心情不好了 感觉就不好了 但是要记住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生命 但是他有时候心情却能控制你人生的大半的生命 所以心情好 有的时候什么都好 心情不好 你的心就乱了 不要让你的人生输给了你的心情 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 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心情 所以不要用坏心情来贬低了我们自己学佛人的人格和他的形象 有的时候你心情不好让别人看到你的能力不足啊 因为会降低我们的能力 会扰乱了我们的思维 从而最后输给了自己 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 学佛的人 他能够控制好自己的心情 能够处处明白 我今天所处的环境和位置 应该说什么话 我今天的心情不好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当我心情好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这样你就能控制好自己的感觉 生活才会处处的显示出祥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